嗨,大家好,我是郭超凡 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电脑版丁丁的使用 首先请大家在丁丁的官网上进行下载 下载这个Windows版 如果自己的电脑是苹果的Mac版 可以下载Mac版 下载安装完以后,进行常规的登录操作 那界面就是像这样 现在目前是在这个消息框中 消息框中可以看到这个日常的联系人 然后这里面工作通知呢 显示的就是咱们日常的一些审批完成的一些单据 会在工作通知里面给大家有所提示 像这些白蚓融的 他们这些单据都是抄送给我的 我可以看到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电脑版 如何进行审批单的打印 点击这个查看详情以后 右侧就会出现这个框 这种内容跟手机看的也一样 点击图片呢 可以查看这图片的详情 先不看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有一个看到我鼠标没有 有一个像打印机的符号 如果点击一下的话 它会就显示啊 打印文件 你通过企业消息发给您 可以直接打印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会显示这个打印的文件的PDF格式 然后放在桌面上 这个桌面上已经有了 然后就可以进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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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相关的票据真贴在这个审批单后面 交给财务进行常规的报销 这样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就是 咱们要说一下就是集团通信录吧 这里面也可以看集团通信录 联系人 这里面有组织架构 可以看到所有这个公司 还有公司下的所有人员的这个电话号码 都是可以查证到的 然后这里面还有个云盘 云盘这里就是说 可以上传一些日常的这个办公文件进行上传 像自己的Excel 然后自己的Word文档 都可以上传保存在云端 也可以方便的给大家进行分享 另外要介绍的就是咱们的企业邮箱 企业邮箱像这个阳工计算这个符号 就是我把企业邮箱的网页板放在桌面上 咱们企业邮箱最好是输入这个 usmailmaxchina.com 这个是美国的高速站点 如果在海外的话 最好登陆这个网址 它速度比较快 这个就是咱们的企业邮箱 企业邮箱介绍一下企业邮箱的一些运用方法 比如这个邮件很重要 大家可以把这个邮件点击 然后拖拽到这边 放到这个关注的邮件 然后以后跟这个邮件相关的就回复 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也可以把它删除掉 另外要说的一点就是说这里面有个群组 咱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群组 自己本身可以进行群组的创建 比如说设置一个叫做finance的群组 finance.net33group.tc.com 只要某一个人给这个finance 这个邮件地址发送消息的话 就会自动把邮件转发给这个你所选择的这些成员 比如这个finance 但是我已经添加了我们财务部所有的人员 一旦有人给这个finance enance.net33group.tc.com 发送邮件的话 这封邮件就会自动分发给所有的群组成员 就是我们财务部的所有成员 大家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下 这个某个部门的cells这个 这个邮箱地址 群组邮箱地址 还有一点就是说 大家可以把这个网页放到桌面上 放到桌面的方式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这个谷歌浏览器的话 就点击这个设置 里面有一个更多工具 然后选择添加到桌面 在窗口中打开添加 就会显示 这个邮箱的灯位界面 给大家再点击一次 大家看一下 这单独一个界面 就专门为邮箱服务的 也很快捡 还有点就是 如果有超大型的附件 就是超大型的这个邮件 请大家最好使用这个 超大附件这个功能 比如你发给谷歌邮箱的话 谷歌邮箱有个特点是 超过25兆的这个邮箱附件 谷歌会自动拒绝 对于谷歌对于任何其他的邮箱 都是这样的这个安全设立 不允许接收大的邮件 是为了安全考虑 但是可以通过超大附件这个 就可以添加提示帐或者上百家的这个邮箱邮件 发送给谷歌或者发送给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邮箱地址 收件人这里呢 也是只要你随便输入一个姓名 你看我还没收呢 它自动显示出来 我常用的这些 或者说 发送给咱们其他的一些同事 比如我点一个懂字 就会自动显示 我们查过的同事 董嘉宾或董明 其他这些 挺好用的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好吧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 大家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另外要提醒一点 就像这个地方有一个丁邮 其实可以登附咱们企业邮箱 但最好不要用 因为一旦点击登邮以后 丁邮以后 它显示的网页是 这个国内的一个企业邮箱登附地址 这个网速呢就相当慢 不管你是发信还是收信都相当慢 所以说大家最好 是直接输入一个 USMail这个网址 就是说美国这个企业邮箱 那个地址 然后保存保存成书签也可以 然后放到桌面也可以 好了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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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